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說著康親王叫侍頌拿了二十隻銀元寶來 康親王笑著說 仲偉武士勞了功夫 應該有個彩頭的 朋友請過來拿一隻元寶去 那個壽人走上前請了個安 接了康親王一隻元寶 衛士寶問他 朋友你貴姓啊大號叫做什麼呢 那個壽人說 小人齊元海多夢大人誰問 你武功好高啊 洗大人笑話了 多龍說 康王爺府裡面的武士果然身負絕藝 我們也好想見識一下平西王手下武士們的功夫 小王爺你選人出來 和這位齊師傅掛招你好嗎 他見到吳應雄沉沉沉沉沉沉尴未開口 他又說 當然是點到為止 不能夠傷亡大家和氣 誰勝誰敗都不要緊 康親王是個十分鐘熱鬧的人 他說 多總管這個主意很好 叫雙方的武師切磋一下 贏的想兩隻大元寶 不贏的也有一隻 將元寶擠在桌面 一盤十九隻大元寶 放在酒席前面 燭光影照 銀光趁以紅醜更加燦爛 康親王笑著說 閉處仍然由這位齊元凱師傅出手 平西王府不知道是哪位師傅落場 大家都慶高采烈 看著吳應雄手下的十六名徐寵 大家都知道 雖然是武師一對一的比武 實質上是康親王和平西王 兩處王府的賭菜 剛才這個壽老齊元凱 剛才露了這手功夫 他的武功確實洗得 恐怕雲南的武士未必有人敵得過他 吳應雄還是沉沉淫淫淫未回答 他手下十六人當中 有個人站出來 向康親王恭親說 啟稟王爺 小人們武藝低微 卻不是王爷府上这些师傅的对手 我们跟着世子来北京 就是服侍世子的喜居饮食 平西王吩咐过 决不可得罪惊成那些王爷大臣的侍从 这些是平西王的将领 小人们决不敢违反 康亲王笑着说 平西王真是小心谨慎到极了 今天只是演一演武艺 又不是打架闹市 如果你们王爷问起 就说我一定要你们出手的就是了 那个人又躬身说 王爷恕罪 小人不敢奉命 康亲王的心有点生气了 他想 你的心里面就只有平西王 不将我康亲王放在眼内 只怕就皇上下旨你也不听 他说 难道人家用拳头打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也不还手吗 个人说 小人在云南时时听人说 天子脚下民武百官 军民人等 个个都好讲道理 我们是远地边疆的乡下人 来到京城 万事退让 说什么都不敢得罪人家的 看来人家无故也不会打我们的 这个人身材灰雾 神情精干 延迟又封你 这几句说话一说 如果康亲王一定要叫手下武师挑人 似乎是不讲道理了 康亲王越加生气了 他说 神赵上人 齐师傅 他们云南来的朋友 硬是不肯赏面 我们没法子了 神赵上人 哈哈一笑 站起来 他说 王爷 这些云南朋友 只不过怕输 怕失了面子 难道人家真的打到他们要害上面 他们亦不还手招架吗 港元新型一房 已经站在那个人身边笑着说 贫征掌上的力只是平平而矣 但比那位想走又不敢走的姓郎的朋友 说不定更强一点点 王爷 贫征整为你厅上面一块砖头 王爷不会见怪吧 康亲王知道仲武师当中 以神赵的武功最高 内外功都达到上升 听他这样说 肯定要显功夫了 他说 上人随便 就算弄坏一百块砖头 也只是小事而已 神赵的矮身 左掌轻轻地上一拍 滴起手来的时候 掌上面已经黏住一大块青砖 这块青砖一尺误算健康 虽然不是怎么重 不过紧紧地陷在地上 刚刚拍到青砖的边缘 啪一声 一见大青砖都拍到粉碎 跌下落地 中人又是大声喝彩啦 大家都看出来了 青砖的边缘只不过四五寸的地方受到掌击 但是掌力分散了 竟然将整块青砖的镇水 最大的碎块 不过一二寸健康 内力的强劲法 实在非同小可 神赵行对吴英雄的徐从身边 合十行礼说 专家高姓大名 个人说 大师掌力惊人 真是令小人大开眼界 小人边匹野人 乃是无名小卒 神赵笑语说 边匹野人 就没有姓名的吗 个人相眉一瞬 面上闪过一层愤怒的神迹 但是立刻就若无其事地说 山野匹夫就算是有名 也不过是阿猫阿狗之旅 大师知道了 也是无用的 各下咸养功夫 真是好啊 康亲王今天大宴奔吓 高频满座 是北京城中 罕有的盛会 王爷有命令 要我们献仇 来博王爷细子 以及众位奔吓一小 专家硬是不肯辞教 大素王爷和众位大人的兴致 岂不是太过自重身价了吗 在下只学过几年乡下佬的功夫 怎么是苍州铁佛子神照上人的对手呢 大师一定要比试 在下算是输了 大师去领了两只大元宝就是了 说完 转身就想走 米儿 贫征一定想试下专家的功夫 我商权中古齐鸣 要打专家两边太阳穴 请还手啦 那个人领领头 神照大喝一声 大红袈裟里面 增袍的衣就突然间 降大 已经鼓足了颈风 双臂外展 然后急向内弯 两个拳头就向 那个人两边太阳穴 撞过去 怎么知道那个人竟然 动都不动 手不抬 脚不提 头不闪 眼不斩 就好像泥素木鸟一样 神照上人出手的时候 原来只是想逼他还手而已 完全没有伤害他性命的意思 商权就来到他太阳穴的时候 还是见到他傻了这样 动都不动 我心里怕 我商权的出 几乎有千斤的力量 平西皇室 只是康亲王的贵宾 如果老老妄妄妄打死了他的徐从 认真不妥啊 就在商权就快碰到他肌肤的时候 急忙向上一看 呼 这样一声 在他两边太阳穴 拆过去 增袍发在他面上 个人微微笑话 大师好权法 听上的人都看到傻了 他心里想此人的定力 真的大得不得了 如果神照上人这两拳不是中途转向 而是激在他的太阳穴上面 现在哪里还有命啊 这个人用自己的性命当而弃 简直是发神经 话说神照权劲急转 震到自己相比都酸起上来 如果就这样翻位坐落 明明下不了台 他就说 专家实是不给面子了 贫征武法之可想 只好得罪 下一拳黑虎偷心 要打专家的心口 忠古齐鸣 黑虎偷心这招数 本来是最粗钱的拳招 平常学过几个月 武功的人都曾经练过 他又在发拳之前 叫了出来先 本意只是要以敬力取胜 而使用最粗钱的功夫 又看不起对手的意思 那个人微微一笑 并不回答 神照的心生怒了 他想 我这拳将你打成外伤 叫你三四日之后 叫你死 那就不算不给面子 平西黄了 他坐低马步 大声一喊 右拳呼一声打出去 拍一声 打中心口 那个人身体一晃 退了一步 他笑着说 大师赢了 我已经退了一步 神照这拳虽然没有用到全力 不过也是劲得很厉害的 谁知这个人 这两个人好像不过 你两个说话说起来 轻描淡舍 显然完全没有受伤 那些文官不明白其中道理 但是学武的人 个个都知道他有心让人 魏小宝不文不武 也在刺动非动之间 神照一向自负 在武林之中颇有声望 怎么就这样算赢 他面涌了一层黑气 他说 那再捱我一拳 呼一拳 仍然向他胸口击过去 这次用到七成精力 仍然将他打到口喷鲜血 也都是他自讨呼吁 神照这拳上下到 那人的衣襟 那人的胸部突然间一缩 他身向后飘了半丈远 似乎被权力震了出去 其实是趁世避开他的拳径 神照这拳又打空了 越发生气了 冲上两步 大喝的声 右腿飞起 向他小腹猛踢过去 那人叫 哎呀 看着这个飞踢中不可 众人不约而同 站起来看了 只见那个人身体向后弯 双脚好像钉在地上一样 身在膝头的屈后 由大腿以至头壳 大半身体就好像一条 大木头凌空踏在树 离地斜几高 神照这一腿踢了空 在他双腿之上几寸的地方 凌空踢过了 神照一不做二不休 鸳鸯连环 左腿乌龙掃地 略地横掃 踢他双腿颈骨 那个人姿势不变 仍然是摆着那个铁板桥姿势 雙脚的眼睛全身向上移高了一尺 神照的左腿在他的脚底下掃过了 那个人下来了 但是他身仍然没有站直 厅上面众人採声如雷 神照到这样的地步 已经知道自己功夫和他叉成很大一拳 对方如果还手 自己势必输得一塌糊涂 只有合十行礼 好功夫 佩服 佩服 那个人站起身 功身还礼 他说 大师拳脚劲度厉害到极 在下不敢招架 只有闪避 康亲王说 两个人的武功都是极之高的了 细子殿下 专家好客气 一定不肯还手 比武就比不成了 两个人都领两只大元宝去 那个人功身说 武功不受禄 神照见到他不肯拿元宝 自己也不变上前去领 康亲王宁转头向侍从说 跟两位送过去 个人这样才多谢了上银 神照也收了 康亲王明之先头这一场 虽然不是正式比武 其实自己这一方面已经输了 所以他也想两顶大银给神照 不过一来和他遮丑 二来认为自己方面掩饰 表示不分胜败 他心有不甘 又看得不够过瘾 我心想 这个高佬的功夫固然是不错 但是吴英雄带来其余的随从 一定不及他的 我手下的帮武师 却是各有惊人的绝艺 只是齐元凯的功夫 比神照和尚恐怕就高不会低了 他本来称呼神照做上人的 刚才一显武功之后 我心就对他打了折扣 上人是当堂变成了和尚 他大声说 刚才比武 有没有比成 未免有些 未充不足了 请你找十五位武师 大家来兵人 十六个对十六个 和平西王细子带来十六位随从挂招 小王爷 你吩咐他们两兵人 吴英雄说 你到王爷府上作客 怎么摒带兵人 康亲王笑着说 世纪太下棋了 凌尊和小王都是武将 一生都是刀枪 剑戟之间过日子 不用搞那么多婆婆妈妈的技会 来呀 将十八般武器都拿起来 等平西王府的高手挑战 康亲王本来是战将 由关外一直打到中原 府中的兵人一应俱全 就这么喊一声 那些侍从只要搬出一大堆兵器出来 长长短短都放在那十六名侍从的面前 齐元凯请了十四名武师 要神照率领 神照又要拿回面子 即客气了几句就不再推辞了 我心想 怎么都要斩伤几个男孩 出一口气 什么平西王妻只是客 需要顾存她的面子等等 早就含冷自知老后 这时神照 齐元凯等人的兵人 也已经由手下拿来听了 神照双手拿着两把青钢戒刀 向康亲王一直合十行礼 康亲王等微微欠身 预头还礼 微小宝的心好有趣 el 闻小宝的心好趣 el 我們奉了平西皇將令 在北京城外決不和別人動手 神教說 人家鋼刀斬到頭殼了 難道都不還手了 人家要斬你的人頭 你們只是伸長頸 還是把頭殼縮回到頸樹 這句話一出口 平西皇府眾隨從都生氣 說他們把頭殼縮回到頸樹 當然罵他們是烏龜 但是那個為首的高佬 還是平平淡淡地說 平西皇軍令如山 我們犯了將令 回到雲南一樣要斬頭 神教說 好 那我們就試一下 他握握手 將十五名武師召集在大廳一角 低聲相矣 神教細小聲說 我們將兵人一尾向他們身上要害著打 看他們還不還手 齊元凱說 真是傷了人就不妥當 我們只是逼他還手 另外一個人說 大家手下留神一點 不只要開一聲 好 動手吧 一聲呼嘯武動解刀 白光閃閃 搶先向平西皇府十六名隨從斬殺過去 其餘那十五個人呢 有些洗腸檢 有些挺花槍 有些揮槓兵 有些舉同徐 十六官兵就紛紛洗動 那十六名隨從竟然挺立不動 雙手垂低 手掌平貼大腿外側 眼光向前平時 對康皇府十六名武師的進閘 簡直好像看不見一樣 那十六名武師眼見對方不動 都要在康親王和仲賓客面前賣弄手段 各人施展兵人上最熟練巧妙的招數 邪屁直刺橫斬倒打 將十六名隨從圍在中間 那幫文官不停地說 忍住呀 忍住呀 武學之事件 這些兵人每一招都是指向對方要害 就差幾吋那麼多 只要用多一點點力 當場就殺了對方 哇 個個都心驚呀 那十六名隨從向前看 將生死置諸到外 對方如果真的要下手 那唯有死是呀 神照等人的兵人越洗越快 偶然兵人互相撞擊 火花四淺叮叮噹噹地響 這樣一來就更加危險了 他們雖然無意殺傷平西王的手下 但是刀槍劍擊互相碰撞 勁力又大 距離又這麼近 反彈出來打傷了人 就不由自主的唄 果然啪一聲 一枝鐵箱和另一個人的銅錘相撞 拼了開去 打中一名平西王虎徐蟲的肩膀了 接著又有人揮刀斜劈 在一名徐蟲右邊那面幾寸的地方掠過 旁邊有一把長劍削過來 刀劍相交 鋼刀回轉 斬在徐蟲面上面 當堂鮮血劍流 兩名徐蟲受傷都不輕 但是呢 他們啪都不啪一聲 還是站著不動 康親王知道再搞下去 受傷的會更多 又見比武比不成 有些素姓 就叫說 好武功好武功 大家收手吧 神招一聲大叫 兩把戒刀橫掠出去 將一名徐蟲的帽子扔了下來 其餘的人就學樣了 道唱劍極 紛紛將中徐蟲的帽子擊落 十六個人嘻嘻大笑 收起兵人 向後面跳開了 為小報見那些徐蟲之中 果然有七個是光頭的 頭上是亮到發光 不斷拍手大笑 他說 多總管 你眼光真是準確 果然是一大批光 一句話沒說完 日立眼 只見平西王府十六名徐蟲 仍然站著不動 但是臉上鬧得極 雙眼裏面好像噴出火來 為小報自小在市長裡撈 自然而言地精通光憤之道 覺得神照這批人做事太過不對了 完全沒有留面子給別人的 市長流文無賴儘管偷騙擺騙 什麼不要面子的事都做 但是跟別人競爭 總是留三分餘地的 大江南北到處都是這樣的 妓院裡面遇到癡迷的嫖客 將帶來的一萬兩銀 在露舉身上散青光 龜婆還給他幾十兩銀 他做旅費 變成他流落異鄉 當然 這也不是那些流文無賴的良心真的好 而是免得事情搞大 廢少保陀人來賭錢 出路錢就騙了對方的錢 如果贏他一兩銀 後來就給他贏回一二銀 如果贏了一百銀 最後總是讓他翻本贏回一二十銀 一來 以便下次還有生意 二來使對方不會起疑心 又免得他老修成怒 打架 現在看到平西王府眾隨從的神情 我心很過意不去 就立即離席走到眾人身前 承起那個高佬的帽子 他說 老兄真是用得了 雙手捧著帽子 幫他戴在頭殼 那個人攻心說 多謝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